在一次偶然的调查中 老师意外地发现 伊桑不仅对绘画有着浓厚的兴趣 而且在艺术创作上展现出非凡的才华 他的画作中 色彩的运用如同交响乐般和谐 线条的流畅度 仿佛在讲述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老师询问父亲 为何要送伊桑去寄宿学校 父亲却表示 伊桑对学习缺乏热情 成绩始终没有起色 与他成绩优异的哥哥形成了鲜明对比 送伊桑去寄宿学校也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这时老师拿出了伊桑的作业本 指出了他在作业中的错误模式 他常常将字母混淆 这正是阅读障碍的典型表现 伊桑并不是不努力 而是这种障碍 让他的学习之路变得异常艰难 尽管如此 父亲仍然坚持认为 伊桑的问题在于他的态度 而不是其他原因 面对父亲的坚持 老师决定采取一种更直观的方式 来解释伊桑的处境 他随手拿起一个包装盒 递给了伊桑的父亲 并请他尝试阅读上面的外文 父亲困惑地看着盒子 表示这全是外文 我怎么读 老师鼓励他集中精神 尝试理解文字的含义 父亲突然意识到 这正是伊桑每天面对的挑战 老师解释说 伊桑幻有一种名为 阅读障碍的先天性学习障碍 这不仅影响了他的阅读能力 还可能导致其他问题